你好,我是杰一,欢迎来到寂寞档案 在香港登山圈子里,有着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则 绝对不要一个人去西贡半岛的卖力耗尽 这一条看似莫名其妙的规则 却是有人用生命作为代价而验证的 传说在西贡半岛,笼罩着神秘的结界 如果跨过了结界,就会进入到一个诡异的异度空间 而这个特殊的空间中,有着大量难以描述的可怕事物 让陷入其中的人无法回到真实世界 类似的传说还有日本地图上不存在的如月车站 可是并没有人亲眼目睹过 然而这一次却大不相同 在现实生活中,竟然有人真的见证了 卖力耗尽上异度空间的存在 这就是西贡半岛张善鹏失踪案 2016年6月21日,晚上七点 西贡半岛咸田湾 志愿者小李和搜救队友们坐在阶梯上小气 此时他们已经搜索了快72个小时了 而搜索的目标正是小李的一位好朋友张善鹏 他是一位登山爱好者 也就是三天前,小李发现自己的好友张善鹏 在上午10点多的时候,发了一条动态 配图是一张将要下雨的天空 想到他之前和自己说,准备独自去西贡东郊公园徒步旅行 小李非常担心,他不会是一个人去了卖力耗尽了吧 于是小李发去信心,想要询问一下旅游的进度 没想到对面却迟迟不回消息 可能他还在路上,小李并没有过多在意 一天过去了,还是没能得到张善鹏的回复 小李这次赶忙拨去电话 电话却一直无法接通 小李逐渐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他联想到11年前,一个恐怖的传说 立刻拿起了电话,报了警 在登山爱好者的传说中 西贡半岛有一个神秘的异度空间 这个空间的坐标在地图上是完全找不到的 误入了这个空间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活着回来 11年前,曾经有一名叫丁丽华的警员 在西贡卖力耗尽徒步时,就这样莫名的消失了 还留下了一段诡异的报警电话录音 整整11年过去了 搜救队把小小的西贡半岛翻了无数遍 依然是一无所获 难道此时的张善鹏也是和11年前的丁丽华一样 永远也回不来了吗 此时黄金72小时的救援窗口已经过去了 小李隐约感觉张善鹏已经遭遇不测 他站起来打算走走 可就一瞬间,他的意识有一些恍惚 一阵凉风吹过,他惊了一下 发觉自己不知不觉中竟然一个人走了很远 绝对不要一个人在麦里耗尽上徒步 小李想到这条规则,心中一惊 想马上回到队伍中 忽然身后,有人喊了一声自己的名字 声音沙哑悠长 这不是来自任何一名搜救队员 他硬着头皮转过身 却发现那个人正是已经失踪了85个小时的张善鹏 见到朋友出现了,他欣喜若狂 立刻喊来了搜救队员们 大家马上把张善鹏接下山 送去了附近的医院治疗 在救护车上,队员们发现了一个疑点 张善鹏说自己这几天一直在麦里耗尽上 可是这条路,搜救队上上下下已经翻了个遍 完全没有看到他 这四天三夜的时间里 张善鹏所走的究竟是不是真的麦里耗尽呢 张善鹏休息一整天后 调查警员和小李带着疑问一起找到了他 而他讲出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经历 本次故事的主人公张善鹏 是一名45岁的资深登山爱好者 他一直向往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 那就是香港东部的西贡半岛 西贡东郊公园 这个大名鼎鼎的西贡东郊公园 占地面积4477公顷 公园内的地貌和植被丰富多样 风景优美 而其中长达100多公里的麦里耗尽 徒步路线 每年都吸引着游客前来参观 张善鹏就是其中一个 2016年6月18日 张善鹏到达了西贡北滩泳区域 开始了他期待已久的旅行 这一天天气很热 当张善鹏赶到北滩泳之时 已经满头大汗 如果天气凉爽一点 该多好呢 于是上午10点15分 他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状态 配文是忽然好想落雨 好巧的是 在发完动态后没几分钟 天空突然一声雷响 乌云密布 一副将要下雨的样子 但他想到如果下雨 自己原本计划就会被打乱 不能再去徒步了 他就准备达到回府 然后当他返回时 却惊喜地发现 天气又晴朗了起来 沉浸的天空 让他的心情也更加舒畅了 于是他再次踏上了旅途 阳光的照射 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 此时此刻 张胜鹏绝对想不到 自己竟然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而之前那条阴天的状态 竟然也变成了 他和外界最后的联系 张胜鹏按原计划 向着山上走去 可当他走到大文山时 突然莫名其妙失去了知觉 当场晕倒在地 而当他再次醒来时 竟发现自己躺在灌木丛中睡着了 怪异感油然而生 这时手机猛然响起 看到来电的是自己的妻子 张胜鹏赶忙接通了电话 他告诉妻子自己在西贡山 准备下山回家了 随即便挂了电话 这时他看了一下时间 是晚上八点左右 由于当时预计是下午三点返回 因此他并未携带照明工具 只能借着月光抹黑前景 就在他准备起身返回时 他发现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 处处都染上了怪异的色彩 仔细勘察路线后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张善鹏发现自己所处的地方 根本就不是晕倒前所走的山路 周围一片让人毛骨悚然的安静 他带着恐慌 想要和外界联系 于是他翻找自己的手机 却惊愕地发现 自己的手机 钱包 香烟等随身物品 竟然都不翼而飞了 怎么会这样呢 他实在想不通 自己究竟遭遇了什么 被恐惧驱使的他 还是选择了赶紧抹黑下山 他跌跌撞撞地沿着山路返回 但经过长时间路途之后 张善鹏却意识到了一件 更加细思极恐的事情 他并没有如同自己期望的那样 回到山下 反而不知怎么地 进入到了一处陌生的山谷中 找不到回去的路 筋疲力尽的他 只能在这诡异的山谷中休息一晚 2016年6月19日 也就是张善鹏失踪的第二天 他从睡梦中猛然惊醒 发现天已经蒙蒙亮 于是马上找路下山 走到不远处 他发现了一片水潭 水潭两侧有两条大瀑布 张善鹏边沿着山间上游 开始探路 就在这一时 他看到远处 一个自己熟悉的背影 似乎是一个认识的登山朋友 他心想终于得救了 张善鹏赶忙一边叫 一边向他奔跑过去 可当他快要触碰到内人时 内人却像幻影一样 凭空消失了 眼前的一切实在太奇怪了 张善鹏完全被吓坏了 求生欲望 促使他只能不断地向前奔跑 渴望离开这个诡异的地方 跑着跑着 他又看见另外一个山友 于是他一边喊着 一边追赶 就在快要追上的时候 竟然和前一个人一样 在他眼前凭空消失了 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天色已晚 张善鹏只能再度返回水潭旁边 身心俱疲的他 只能选择再度过一晚 可就在这时 水里的石头 开始发出奇怪的声音 这种声音呢 就像是自己身处热闹的小区中 有聊天的声音 有电视机声 等等各种日常声响 这种奇异的现象 张善鹏还是第一次见到 水里一块块石头 就像是一个个不同的家庭 发出震动声响 而自己则是站在世界的外面 透过浅浅的隔膜 窥探着他们 尽管有些害怕 但疲惫不堪的他 靠着一旁的岩石沉睡了过去 我们再把时间拨回 2016年6月20日 也就是张善鹏消失的第三天 夜里张善鹏被惊醒 他想着趁着天亮 离开这个诡异的地方 于是他又开始搜寻着 记忆里回去的路 却在不知不觉中 走到了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 天渐渐亮了 他发现这里浅浅的草地上 一处处石碑整齐的排列着 刻着去世者的生平介绍 土地下埋着许多棺材 原来这是一处公墓 此时此景 让他更加觉得毛骨悚然 不过转念一下 既然是公墓 那肯定会有前来祭拜的人吧 只要自己寻找到其他货人 自己就能获救了 张善鹏赶忙四处张望 但失望的是 墓地特别安静 一个人也没有 奇了怪了 这里白天怎么会这么安静呢 突然他头皮一紧 这里是西贡 近两百年来 从来没有被开发过 怎么可能有什么目的呢 更何况 这片公墓 大的似乎根本就看不到边 意识到危险后 他只想赶紧离开 这个可怕的地方 他一路狂奔 赶忙回到了之前的水潭边 这是唯一一个 让他感到安全的地方 这一次 他哪里都不敢去了 他只能坐在岩石旁边 听着那些奇怪的声音 等待着救援 他突然想到自己已经超过三十个小时没有进食了 却一点都不觉得饿 而且在这种山谷老林中 自己身上竟然没有半点被蚊虫叮咬的痕迹 这种感觉非常奇怪 终于等到了晚上 张胜鹏再一次入睡了 2016年6月21日 第四天 太阳又一次升起 张胜鹏看着陌生的世界 他告诉自己 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 于是他决定再一次寻找出路 他突发奇想 也许尝试着沿着河流走下去 说不准能碰到其他的登山者 下定决心的他 沿着溪水一路走着 此时他接触的那些奇怪的石头 那些吵闹声 也更加的清晰了 这一期间 那些熟悉的人脸 还是不断地从他面前闪过 又瞬间消失 有的人还和他擦肩而过 他强忍着恐慌 努力忽视这些怪异的现象 蹚过河水 一直沿着河流的洞线向下走去 不知过了多久 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水库 这里的地形和之前不太一样了 张胜鹏心里犯着嘀咕 想着自己是不是已经走出来了 但是没有看到活人之前 他不敢停下自己的脚步 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 就这样 他穿过了水库 眼前的景象也逐渐改变 终于他又看到了一群游客 其初张胜鹏还不敢确定 以为还是自己脑海中的幻象 而当眼前的人慢慢走近 陌生的面孔 听这一群人的交谈声 应该是泰国人 张胜鹏猛然意识到 是人 是活人 真的是活人 他顾不上喜悦 赶紧追上前 问太极青年借了手机 给家人报了平安 并让家人报了乙 向太极青年道谢后 他继续向前走去 没过多久 一名救援人员 在走向咸田湾的道路上 发现一个精神状态 十分糟糕的男子 这名男子外表囊背不堪 背着登山包 面无表情地走在公路上 最终呢 这名登山者被确认就是张三鹏 而他历经85个小时的诡异奇遇 也终于结束了 听完这一切 警员们和他的朋友 只觉得大为震惊 这段遭遇实在难以让人理解 而张三鹏终于可以 安心睡一个好觉了 在恢复正常后 他把自己四天三夜的诡异经历 写成了足有3000字的长文章 发布在了社交网络上 这一篇文字 至今仍然可以浏览到 他的遭遇一经发布 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人们纷纷根据他的文章中 透露出来信息 猜测这奇遇背后的秘密 有人说 这很可能是张三鹏为了出名 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不过是利用了西贡姐姐的传说 想要夺人眼球而已 但在张三鹏的故事中 有许多不可控的因素 比如失踪四天三夜后 恰好被救援人员发现 要知道 救援队的供词不会作假 也有人说 张三鹏很可能是不小心 进入了西贡的结界 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 误打误撞 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又出来了 而其他离奇失踪的人 就没有这么幸运 永远的留在了里面 当然还有一种比较通俗的说法 就是鬼打墙 有不少网友认为 张三鹏是遇到了鬼打墙事件 鬼打墙又称鬼气墙 鬼遮掩 在民间传说 是指在半夜或者无人矿野 坟场 常有人独自干路 明明是朝着一个方向在走 可是过了很久后发现 自己又回到了起点 也就是在同一个地方绕圈子 这种情况呢 可能连续维持一夜甚至数日之久 多发生独自一人时 当然也有多人发生的例子 也有登山爱好者表示 在白天市与深山行走时 曾发生类似鬼打墙的经历 针对这种说法呢 流言终结者曾经做了一个实验 让志愿者蒙住双眼 佩戴GPS接受器 试图沿直线穿过一片空旷的空地 他们当中大多数人 都沿着这条直线前行 偶尔会绕圈 有时圆圈的直径会大到20米 这种现象呢 是因为人脑的左右潜艇系统 有微小的差异 而不是人腿的长短 或是向左向右转的倾向原因 至于那些不断闪现又消失的人影 医院的精神科医师则解释 这是张善鹏在紧张焦虑下 产生的幻觉现象 尽管似乎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但是关于张善鹏的离奇遭遇 至今在登山圈里流传 西共结界从此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我们只能期待着有一天新的技术 能够探明这一切背后的成因 找到那些依旧迷失在西共结界的登山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